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文书咱说了 老英雄丁振方丁大侠 小的内心有愧 要帮忙帮到底 看着薛刚他们遇上难处了 自己要鼎力相助 带着严锤太保白文豹 达胡太保 傻小子 让熊豹也跟着 另外带着大驸马薛骄 一行四人 到了连江湖的湖边 干嘛呀 得准备船呢 这么多的军队 没有船 怎么过连江湖 怎么越过连江河 这得过去水路 前头才是定海棍 拿下定海棍 才是南兆国 多难呢 老头一和解 在水里面有个孤岛 叫青草山 青草山的大寨主 跟我八拜结交是好朋友 姓高啊 叫高万龙 我去找万龙去 借几百只船 使一使 这他不能拨我的面子 如果他不愿意 我靠着老面子堆 我小之以理 动之以轻 怎么的也得说服他 就这么样 到了水边了 往水面上一看 白浪滔滔 没有船 闲耳意见 有人下了命令了 船只都不敢出来了 他们就顺着水边 走来走去 找啊找啊 往返几十里 累得是腰酸背痛 最后在卢尾堂这 发现一只打鱼的小船 不大 也就装几个人吧 定阵方就喊 船家 船家这乡来 使船就听进了 一看 岸上有几个人 什么事啊 船家 我们打算到青草山 麻烦你给百度一下 银子嘛 不成问题 要多少给多少 这使船都偷偷摸摸摸把小船穿过炉尾到了边上 老爷子 不是拨您的面子 下次我也不敢 您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干 实不相瞒 定海关的大元帅 定海关的大元帅焦雄 穿些令箭来了 所有的船只 一不准打鱼 二不准百度 哪个不听 抄家灭门 他说得出来 可干得出来 可我呢 尚有八十多岁的老娘 一大群孩子 战争年月 能把脖子砸起来 实出无奈 我这仗着胆子 打点鱼 回去拿到市场卖了它 便俩钱买点粮和米 我这顶着风险 这百度人我可不敢的 这明晃晃一眼看出多远见 这不得找抄家吗 不行不行不行 哎 川家哥哥 你放心 你想这么大的水面 怎么那么容易发现 你修修好 肯定我多给你钱 你看你这不也冒风险 你还得打鱼 还得拿到集市上去卖 家人呆这不也够像 你就默不如把我们送到青草山 我多给你钱 一个月够你花的 你看怎么样 白文豹也劝 薛娇也说 这使船的心就活了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啊 我就冒下险 不过我这船小点 你们还有东西没有 没有 就我们这么几个空人 你看不行吗 快点啊快点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我也就豁出去 来 船靠岸 快上 几个人上了船 船只一掉头 你们上哪 青草山 青草山 可不近乎了 那会是战山为王的山带吧 去了 没危险吧 你放心 那是我朋友 船钱加倍给你 你放心 好嘞 坐稳啊 飘荡荡荡飘飘 乘风破浪 赶奔青草山 白文豹 挨着丁振芳 就问 前辈 你跟那个 叫什么 高万龙 是总侠大寨主 对 也叫庄主 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 能借给咱船吗 我觉得这差不多 但是呢 到那块 你们什么也别说 就听我的 您放心 全丁丁好了 到了青草山 人家有巡逻的船只 刷出了二十多只 船头之上 都是大小头目 手中拿着劈水刀 站住 哪来的船 别往前来了 再往前来开工放箭 丁振芳的小船一打航 老头得说话 各位大哥 辛苦辛苦辛苦 老朽姓丁 丁振芳 我是丁家寨来的 各位 麻烦大家到里边给送个信 告诉你家总侠大寨主 高寨主 就说故人来访 你还真别说 有一个头目 认识丁大侠 这不是丁大侠客 不才正是老朽 您大概一年多没来了吧 一年挂领了 前些天我们大寨主还悼念您 哪阵乡房把您挂来了 弟兄啊 自己人自己人 把道路啥个啥个啥 小船一分让他们这只船进去 众星捧月一般靠到青草山的小码头 有喽喽兵 拿着猪杆子 猪杆子头尖有勾 把船只勾住 哎 靠了岸 让他们下了船 老头在腰里一伸手 拿出二十多两银子来 川家哥哥 我带的钱不太多 这点够用吗 川家拿过来一丑 够用够用 老爷子 你说无功收录 请师父安 您给这么多钱 别说了 这年月不容易 你走吧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 川家走了 那个认识丁镇方的头目 到里边去送心去了 他们几位就在边上等着 因为道路挺远 白文豹看了看 这座大山高耸入云 方圆也得有十几里 行说这四外是水 就这地方 行事险要一手难攻 在这占山为王 还真是得天独厚 真是好地方 正等着 就听见脚步声音 山上顺着盘山道 吓了一伙人 为首的两个年轻的 一白一黑 白的长得俊 黑的长得丑 白的这位穿了一身白 黑的那位穿着一身造 跨着宝剑 拎着马边 中楼楼兵陪着 来在水边 就见一白一黑这俩年轻人 看见丁正方强步轻身过来 老婆请上 受侄儿一拜 丁正方揉揉眼睛 请请请请 如果我没认错 你说你是高奎 你是高亮 对呀 长得漂亮那个叫高奎 黑脸的长得丑的那边叫高亮 高万龙的俩儿子 俩公子 很懂礼物 一边一个 搀扶着丁正方 丁正方挺高兴 老贤 真正都不错 不错不错 挺好的挺好的 您往里请 我爹听说您来了 欢乐坏了 手边有点事 现在收拾收拾 就下山接您了 您先往里请 哎呀自家人客气什么 这是我带来的朋友 您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都往里请往里请 学交众人一看 你别看是占山为王的 很懂礼貌 谁也没说话 彼此一抱拳 跟着丁正方往里走 里面准备了四架二人台 这二人台什么呢 一把椅子 一边穿个大猪肝 前头有人台着 后面有一个人台着 往肩头一带 你往椅子上一坐 河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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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西又叫二人台 又叫爬山虎 准备了几架 往这一放 老婆 请上监狱吧 抬着你上山 好好好 省老劲的 白文宝还头一回坐这碗 往那一坐 起 坐完 喀屁% 库梅 努肾 是挺逮啊 比祁马逮多了 人家灌走山路 什么悬崖峭壁 坎坎哗 人家根本不在乎 要不是从这儿长大的人 外来人你看 还怕 这一脚灯空万丈身坚 就得憋下去 那一角灯空就得滚落到山坡下的 摔个半死不活 你看人家不在乎 像一阵风一样 抬到平川之处 到里边周围是山头 当街是平地 这地方是个大盆地 平宽敞平宽敞 正中央是巨翼分赃亭 到亭前监与放下 高奎高亮 搀扶着丁镇放下来 笑和合望里相让 刚进院高万龙从里头接出来了 篇富寨主陪着 白文报中人一看 这是总下大战主 这人长得挺带劲 高万龙大鹤 黄白镜子 肩下鹤 无流虚然 十分庄重 你看这陆林人里头 也有人才 说战山为王 有原因 为什么战山 活不了了 为了自身的安全 为了持口饱饭 也只好平而走险 这是逼的 所以呢 白文报学教也不小 瞧这样的人 自己当初不也战山吗 战卧虎山 战九燕山 跟他有什么区别 再说高万龙 强步骑身过来 老哥哥 真想您 我真没想到是您 兄弟 进山讨扰 深感不安 我也想你 家里都挺好 托您的福都挺好 往里请往里请 进了中平大厅 分宾主落座 白文报 薛娇 熊报 爱牌都坐下了 茶霸隔染 丁振方说 兄弟 我跟你介绍介绍 我跟你带来几个朋友 这几位是 我没有瞒着你的 这位 一纸银锤太宝 白文报 这位姓白 双鸣文报 人颂绰号 银锤太宝 谁 白文报 白文报 那不是薛刚手下 四蒙八大锤之一 是那个白文报 一点都不讲 哎呀 有文大名轰雷光耳 白三将军 能光临毕寨 我深感荣幸 欢迎 欢迎 白文报也一抱拳 没说旁 介绍大驸马学交 高万龙一听 都是贵客呀 真没想到 是薛元帅的侄儿 大唐朝的大驸马 欢迎欢迎 一介绍老三 天凤山的二寨主 名字叫熊豹 大呼太宝 也说了几句客气话 高万龙眼睛眨眨眨眨 老哥哥 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你带了这么多的贵客 是不是找我有事 兄弟说对了 说对了 这叫夜猫子进宅 无事不来呀 哥哥来求你 哥哥你说吧 什么事 哎 难进呢 为了叫你听得清楚 我还得从头说起吧 我这是给朋友帮忙 是这么这么这么 那又是怎么回事 说过的书咱不从述 说过了 老头丁正方一点没落 从天凤山 说到丁家寨 说丁家寨 又说到盘龙山 于战敖怎么没有的 怎么打的等等 这些事全讲的 最后说 要攻打丁海关 应请中宗 捉拿奸细赵则 现在很可能 这帮人落到丁海关了 要打丁海关 得过连江湖 得过连江河 没船哪行 你这块船之有的是 打算跟你借几百只船 不知贤弟赏脸不 这个 哎呀老哥哥 不是我拨你的面子 您这碗说话也太直了 我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 您知道我跟丁海关的大元帅 焦雄 我们什么关系 不是熟人 不但是熟人 这一年多有变化 我们结成儿女的庆幸 他的俩女儿 焦月英 焦凤英 许配给我俩儿子了 一个高奎一个高亮 那是我为过门的两方儿媳妇 我们接生亲戚了 您说这晚上我接给你船 你去打他 这时候好像与你交代不下去啊 这焦雄不得恨我们 我们这亲戚关系不就完了吗 这个深感为难 哈哈哈哈 兄弟 你是个明白人 我不多说 这叫关棍一点就透 眼子棒打不灰 咱是干嘛的 咱闯荡江湖几十年 咱们长话短说 我问问你当前什么形势 小小的南兆国 想跟大唐抗衡 不是因卵及时吗 南兆国就国王怀揣奸诈 本来跟大唐朝平等相处 亲密的友邦 他乘人之威啊 他耍阴谋 叫赵泽进县美女 用美女阉分计 把中宗皇帝给骗住了 劫持了唐朝的皇上 还要侵占大唐朝的疆土 你说合理的 丁正方虽然不是个说客 但是老头久创江湖 什么人没接触过 把乘破厉害 啪啪啪全说了 兄弟你说怎么办 你要借给薛元帅传 有名有令 忠孝仁义你都占了 大唐朝能忘你吗 在关键的时刻 是你提供了穿制 是你把唐兵几十万度过江河 将来立了大功 皇上回了朝 首先得想到你的功劳 咱把这功劳的一边 你不是那个贪功的人 从人情方面也交代得下去 你也对得起我 也得对得起许许许许多多的人 对于焦雄来说 你也没出卖 你们俩这个人是庆舰 你才这么做的 你替他减缩 将来你们得见面吧 见着面你好顺说顺说的 他能够倒戈投降 把赵泽交出来 把忠宗交还给薛刚 他也立下大功意见 你不借船 能不能挡得住薛刚 你不借船 那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迟早人家渡过 连江河 攻打丁海关 一场大战 完了你还得担责任 谁让你们是儿女亲戚 你招谁惹谁了 还得陪着掉脑袋 你说这事何去何从 这个 老哥哥 我谢谢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小弟毛色顿开 您说的是句句在里 好吧 船只我借 多谢兄弟 你能提供多少只船 我这青草山大船小船 办的船加的一块能有一千只 借我多少 全借了 全借给你们一千只 哎呀多谢多谢 兄弟你可真了不起 我太感谢你了 不过呢 事出仓处 我就准备准备 全只全借给你们了 我这个青草山怎么办 谁看家 我得料理料理 您得等我几天 兄弟等几天 说三天 三天之后 我一千只船 我亲自押运着 赶奔对岸 应接薛元帅 你看怎么样 一言为定 我可听兄弟你的信了啊 回去我就这么说了 没错 我是什么人 你们不知道 这人说话 水萝卜旧旧 嘎嘣脆 兔兔嘛 是个丁 不像有些人 尖嘴花舌 花舌子 行行行 好好好 行行 你找我没错 你找他 他没样子 大丈夫生在天地间 无心而不利 竟放空泡 竟穷白话 说那话连影都没有 到时候一找他 没那么回事 微信大爹 往后再跟人家办事 谁相信你 你们背后就说 别听他白话 别听他 胡说八道 慢慢微信大爹 把自己的路全堵死了 就成了孤家寡人 那么这个高万荣 那是光棍 说话绝对算数 丁镇方 心里头有数 在这儿 吃完饭 高高兴兴 离开青草山 回连营 简短接说 薛刚正当 没想到 回来这么快 老人家如何 恭喜元帅 贺喜元帅 看来天资有红福 大帅有虎威 没费劲 借了一千支船 是吗 什么时候能到 三天之后 连今儿个都算上 我那好朋友 说话算数的人 你就准备吧 老霞哥 你可帮了我们的大忙 哎 谈不到 谈不到 过去我把事没办好 深感内疚 不报 不报吧 刚说到这儿 报 报大帅 我们的大部队开到了 是吗 大概来了 能有二十万军队 您才领兵带队的是谁 谁啊 长寿鲁王 程尧金 军事徐美祖 带着各位大将 全到了 离这儿还有十里 薛刚一听 正在用人之意 强 量全队 阳接 简短结束 见了面儿 程尧金在众星 彭月之下 高高兴兴 走进大帐 薛刚赶紧跪倒十里 老人家 老祖宗 您这么大年纪 怎么也来的 好啊 我能不来吗 糟糕 糟糕 真糟糕 怎么出这些 你没事 哎 到底不谈 咱里不谈 再一看 金贝二郎秦文 头一个进来 秦文姓冲冲 再后头 四宝大将 上元培 也跟了 三公子 熊天青 铁锤大将 也来了 哎呀 一一跟薛刚 见了你 薛刚才行 出来薛奎还没来 薛奎另外 接受了点任务 干什么去了 薛奎上西梁六国 去串门去了 看看自己的二娘 你要说二娘是谁 就薛刚在六国新唐国招驸马的时候 曾经娶个媳妇叫罗素梅 那么两口的澄清 感情甚好 后来得知 人家薛刚找着原配夫人 纪乱英 一家团聚了 罗素梅这心里 她也说不上是高兴啊 也说不上是妒忌 也说不上是什么玩意 白敢交集 但人家深名大义 人家夫妻是患难的夫妻 我是半道插一杠子 是不是呢 原来以为这纪乱英死的了 现在又冒出来了 你说我得当家搅着 人家老夫妻难以团聚 偏心话都没法说 干脆我躲一躲让上地方 怎么人家借口 回了新唐国了 一去就没回来 薛刚在日里万机之鱼 也想到这一点 树梅心里不太高兴 觉得我们是一家的 是一个团 他是外国洋 肯定他是那么想的 怎么能行呢 自己去接 抽不开身子 实在没那功夫 后来想来想去 让儿子薛逵去接吧 看看二娘 把二娘在新唐国接回来 这不是好事吗 薛逵长这么大 没去过也愿意 所以现在一直在新唐国 他没回来 除了薛逵之外 剩下的战将几乎全都到齐了 一个个亏名假的 进来拜见大帅 我会想来看 我会想去看大帅 帅团的 那是没听说 我会想去看大帅 我会想去看大帅 帅团的 帅团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